Hello大家好,我是静宝妈妈 很开心,静宝的暑假课程终于结束了 我们也准备回老家了 现在把这个燃气还有这个热水器都给关一下 还有一件事情是静宝非常开心的 让他告诉你们吧 我们看静宝的东西收拾完了没 静宝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好了 好了 然后妹妹他们不知道回来了没有 静宝很想很想见到妹妹 很开心 因为啥呢,你告诉他们吧 我经常要带我去重庆 带你去重庆了,开心不 开心 你们去重庆准备玩哪些项目呢 我不知道 还不知道了,还是一个未知数呢,是吧 然后现在准备要收拾一些衣服戴上 我们到时候就不回来了,好吧 你现在整啥呢 手带的 还有手张的东西 行吧 看了半天,准备戴啥衣服呢 不知道 来妈给你个建议 妈觉得你还是带一些裤子和防晒衣吧 不然的话到时候你去哪玩也不方便嘛 穿个裙子是不是 嗯,我知道 现在还是收拾一下放到袋子里 回去整个背包背上 衣服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黑眼镜 然后昨天 我昨天晚上弄了那个除蛋白 然后没有蛋 我今天就昏昏了 反正是看得不太清楚是吧 对,但是我还是可以 比之前好好的 还有妈妈给你个建议要把这个卸下来 我不小心 因为这个是金的 你出去人太多 说不定就给你挤眉了 明白不 还是谢了吧 别臭美了 有你带的时候 那是你的 没人要 12岁的臭美 满满的一兜子呀 沉不沉 回去还要整 因为啥呢 要放到背包里 拿着袋子肯定不方便 是不是 对 还有一样重要的事情就是 把你的暑假作业带上 我其实 其实这暑假都没怎么写 没怎么写 那所以说这几天赶紧写一下 我尽量多补一点吧 因为那是九年节的知识 有好多不会 所以说比较难得 然后呢 所以说 就减贿的写是吧 对 那行吧 那也行 总比不写强 把你的桌子上呢 东西再我收拾一下 乱起吧 放好 不要的东西都放好 不用的东西收拾 就已经很干净了 大家觉得干净吗 他自己觉得很干净 那行吧行吧 哎呀关窗户了 今天的天看着有雨呢 特别凉快 他还在家里 可以回来回家 可以吃两天了 好心 敬宝在给舅妈打电话 确认一下他们到底回来没有 舅妈怎么说了 他们在19号楼了 已经回来了是吧 那走吧 我们赶快走吧 我们现在到家了 对 敬宝也终于见到妹妹了 开心不 你姐姐要和你一起 去重庆 你们准备去哪玩了 去重庆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还会去重庆 好吧 祝你们玩的愉快 拜拜 行吧 去找弟弟吧 去 拜拜 来吧 来吧 来吧